大家好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茶花的配图 当时配图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用核砂加上泥碳土 混合均匀就可以拿来摘种茶花了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配图里面再多加上一料 那么养护了茶花能够更旺开花更多 那么是加上哪一料呢 这一料就是松树皮 为什么加上松树皮呢 虽然泥碳加核砂可以让盆土透气性沥水性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加上松树皮的话 是因为松树皮它本身它是成酸性的 而茶花是一种典型的洗酸植物 加上这个松树皮的话 可以有效的为盆土补酸调节土质 而且松树皮它富含有有机质 也就是说它营养非常丰富 再加上它透气沥水性是非常的好 那么添加在整个盆土里面 就可以让盆土营养更加的充足 又能够补酸又能够增加透气沥水性 那么它整个的比例其实是非常简单 我们泥碳土松树皮加核砂 各占一份就可以了 我们都知道茶花特别洗肥 开花量特别多 所以我一般在配好土之后 都会在土里面 给它加上10%到20%左右的发酵 腐术好的羊分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你的羊分不能够保证它是完全腐术 就是说你不是正规渠道买回来的 或是自己腐术的没有完全腐术好 是不要直接拿来半土的 因为直接拿来半土的可能会出现二次发酵 然后烧三根系 放上羊分是为了让营养更加的均衡 因为它分布的会比较均匀一点 大概放上10%到20%左右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的羊分你不能够保证它完全腐术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直接拿来垫底作为底肥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茶花配土非常简单的方法 只需要在这个泥炭和合砂里面 多加一点松树皮就足够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